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台长 师父,我们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用师父悲 我想给我们这个孩子看看 他是1999年的虎 99年是老虎的 对 想看什么 他的身体因为 看到了 这孩子非常好 非常好的孩子 我告诉你 他下肢出问题了 就是腰啊 脊柱啊 出问题了 就是我想跟您说一下 因为他 我们这是有家族性的那种 小脑神经萎缩 萎缩症 对对对 然后他的奶奶 就是这个病 他们那一代就有 然后他的爸爸现在也有 你去查一查 你们的家谱 你就知道了 他奶奶的奶奶 就是奶奶的奶奶的爷爷 是专门杀牛的 这个我不清楚 所以他们身体不好 人背着 腰背着 我告诉你 就像牛一样 对 他们那个 全部都是腰背着的 对 走路的时候 他们站着都有点 看见了吗 对对对 谢谢师父 谢谢师父 所以我告诉你们 祖上缺德 连累你的子孙了 明白了吗 这孩子很好 台长爷爷会救你的 你自己有信心吗 你不要难过 好吧 这小孩子真的很好 他很可怜 他就是 也是自己 也是因为前世 也有些罪孽 所以他 让他受这个苦 那真的 他会受很多苦 明白吗 求师父救救他 小房子吧 念吧 还要平时做功课 我们都念了 然后他爸爸也念了 把他念好 大概要三年 三年我可以让他站起来 但是如果你们修心修得好的话 可能两年就能站起来了 他可以站 然后我扶着他能走 就是他现在就是越来越严重 我知道两个腿站起来不能走呀 他的腰后面的两个骨头是反差的 位置叠在一起的 有点突出来的 对不对呀 对 我告诉你 他的小脑神经控制他的 后面的脊柱 腰椎 腰肩盘 对 就是这样 他就是平衡力很差 平衡力 他讲话也有点障碍 对对对 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hood 因为什么 这样我看看有没有时间 前iger 台长当场帮他治一下 这孩子挺乖的 是是是 很乖很乖 发学习统筝也特别好 这么小的孩子受这么多苦 就是人间的那种业障 我今天可以叫他 我可以叫他站起来之后 可以多走几步 然后让他锻炼 让他给他一点信心 好吗 他知道卢爷爷 好吧 你先不要动 先不要动 你听我的话 我先给他加持一下 那你们现在 给他一共念 790张小房子好吗 好的好的 790张 你问问小妹妹 现在身上有点热了吗 感觉热了吗 热吗 热 现在慢慢地 听爷爷的话 站起来 把东西放好 好 扶他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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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两个腿慢慢地靠 往当中靠 一步 好 放掉 放掉 没关系的 好 好 平衡力 再走 好 好 冰起来了 好 站好了 好 正常了 好 现在 这种动作都没有的吧 好 相信 爷爷 再动一点点 好吗 有信心了 好 再来一点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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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衡力来了 好 看见了吗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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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赶快车子推上来 好了 从来没有过吧 我跟你说 你们记住台长的话 一个人要有信心 这个世界上 自己要有信心 连你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能够活得好 谁来帮助你啊 连你自己都觉得我不能战胜这个烦恼 你怎么样来战胜烦恼啊 好好地学习佛法一定能战胜烦恼 小妹妹 小妹妹 你听爷爷的话 你能不能吃素啊 能 能 好 又就一个 谢谢 好 那妈妈呢 我已经 我从第一天开始念经 我就已经许愿吃全素了 好 慈悲心 不杀身 我已经许愿了 如今能吃否 可以可以 能吃 好了 好不好 师父 因为我们刚刚搬了家 然后刚刚立了佛台 您帮我们看一下 搬了个楼房 对 蛮好 有菩萨来了 谢谢 谢谢 好吧 你们香有点打卷的 谢谢 谢谢 嗯 好了 小姑娘要有信心啊 再过几年 站过来 走过来看台上爷爷 台上爷爷救的这种人 太多太多了 你不要太感动 好好地念经 爷爷一定会救你的啊 你要是有苦痛的时候 你叫爷爷 爷爷到梦中会来看你的 爷爷法身很厉害的 好不好 嗯 这么好的孩子 你说多可怜呢 人都要有慈悲心的 谢谢师父 好了 谢谢 嗯 一定能站起来的 你看他刚刚起来的时候 两个腿全部趴着的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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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